这个字是念草履虫的履 我们前节说了履行的履 这些是执行范履的履 履歇 好像都跟走路有关 所以中国字 不光是形象 生也像 本来一开始 文字声音 都是象形文字 你生字 这才是原意 那一定是有一句同工 那它履的是什么图呢 是天道 如何 上面挂着天 下面是喜悦 这是高纳上的大道 但很难走 就像踩到老虎 不过还能让它不咬人 那如果做到这样 一定是恒动 那怎么样做呢 我们具体来看 初九 我穿得很朴素 就一个草鞋 我该走我的 上面没有人相应 那我自己走 也没关系 因为档位 行的正 那九二呢 行的重 按道理应该更好 但是 应该阴的时候 它阳了 有点急功近利 着急了 说条条大路通往马 但是 又慢慢的走 着急也没用 所以 它在中卫 还能自我反思 一定是利于这些人 包括象征告诉你 就是比如说 隐士 不要太急 那么六三呢 这个 下挂的 代表对 高兴 到了最后 它只是下挂的最后 真的像到最后了吗 没有 所以 乐极顺悲 你看全部都是羊 就我一个鹰 它就应该很照顾我吧 所有人都看着你 瞧你这块肉 你看似很珍贵 但你在这个位置 不太好 被上下所包围 又是三多胸 这个位置 下挂代表白虎 和西方啊 对 正西方 所以这是老虎的尾巴 你或者说老虎的嘴也对啊 那一定是凶的 阴也代表 小人也代表 文武来说的武 相对的层面 它就是武 上面是天 代表君 那半君如半虎 你衬托这个君是很难的 所以一不小心就被杀头 能做到李狐为 还能不凶 那普遍这个时候 都凶多几手 除非怎么样 你说这个君不行 我推翻他 那是另一种情况 这种概率 是很小的 你出师无名 你就想推翻他 造反 动不动 那 杀头的同样是你 那九四呢 也是三多凶四多几 很忐忑 但最终能吉祥 你说他不当位 怎么还能吉祥 有九六三的 前人的经验了 有人来 衬托他 那所以 那他还是 你看这个后卦就是一个迅寡 柔顺 那么这时候 再往下走 到了军位 这旅行天道啊 有五本就是天 那这条路 真的很难走 手的正 很难 只告诉你 很难走 不是说 一定不能走 而是一定要走 但是很难 不过你在军位 你做了整体的规划决策 该走还是要走 一定要这样 那其实很刚强 因为整个都很刚 所以他表现这个样 上九呢 很吉祥 考虑周全 长远 不断的这样循环是好的 因为 到了最后 已经达到了天道 但是 是不是都好呢 过去的事 反过来有惊讶的 更重要的说的是这个 而下一次 你就知道